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几岁 11岁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魔方 6岁 6岁就完了有5年了 叫会还原吗 现在会还原 20多秒 玩魔方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吗 不会啊 因为本身魔方它就是一种 对于自立的训练 对于空间的感觉的一种训练 然后再加上 它对孩子的专注力的一个培养 也是很重要的 你是怎么样接触到魔方的 那个时候 妈妈给我了一个那种睡前听故事的软件 这里面有一个教魔方的一个课程 然后我就先试着 先试着玩了一下 对 妈妈会玩魔方吗 在这个东西它比我厉害多了 我原来是给它买了一个课程 因为它当时还小嘛 我就陪着它一起上课 从很简单的方法开始 那我就只会第一第二成 我能够还原了 到于领晨的时候 我实在是跟不下去 但是它就很厉害 它自己就能够搞定 小朋友之后有想过 跟这些选手一样去参加比赛吗 有 有想过 我也希望你之后可以拿到 属于你自己的好名次 对好 那也谢谢你们对门客的一个支持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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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